听说这个鱼塘里面有两斤重的大黄鳝 今天来试一下硬气 看能不能钓起来 在这里就发现一个洞 哇塞 下钩就咬 现在已经钓了两条了 这个鱼塘的黄鳝真多呀 钓了一条又一条 这一条没有开头那条大 看见没 真过瘾呀 这样的手势就是寻找大货的手势 看见没有 这边水草特别深 然后估计大货应该在这个边上长生 看见没有 这边就发现一个缝蟹 估计应该有货的 洞口明显爬过的痕迹 看清楚没有 有反应 有反应 看见没有 哇塞 好大哑叫家伙 鸡蛋头一样大的黄鳝 看见没有 鸡蛋头 这只黄鳝 太狡猾了 看见没有 几只都脱钩了 越大的黄鳝越狡猾 看 勾不住呀 看 勾住 勾住 哇塞 哇塞 真过瘾呀 勾住 拉弯了 我的天呀 足足有疫情重呀 我的天呀 大货呀 高兴坏了 累死我了 跑出20米开外 我的天呀 真大呀 足足有疫情重 从视频中看出 不是 不是很大 但是实际 足足有疫情重呀 大家觉得呢 哇塞 真过瘾呀 大货掉了一条 又一条 太爽了 好肥呀 这个鱼汤里面的黄鳝 确实大 刚才抓到那条 足足有疫情重 虽然没抓到 两斤重的黄鳝 但是我估计 应该是没有找到 应该是有的 这一条比较小一点 差不多 一两左右吧 这条 特别小 哇塞 真过瘾呀 好了 本期视频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吧 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关注 转发 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小刚